人怎么越来越少 今天有点重要事说呢 我看都谁来了啊 还是都是看比较熟悉的名字 是吧 是不是再不来 我就让那个 Aline单独找你们谈话了 一个一个谈啊 这怎么就要过分了啊 我先把那个这样啊 我先把 昨天的啊 上周不是上周啊 上次课讲的一些东西 带大家复习一下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后的爬成课程的 一个安排啊 因为现在来的学生不是很多 是吧 既然已经八点了 那我们就不等了 三课说了什么 三课讲了啊 Gate请求啊 那个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就我们这块是第一小姐 模拟了Gate请求的一些东西 怎么去拼接参数 参数一般情况下 是以这种形式 字典的形式去拼接的 啊 我这块还是以 我们对应的 三达的百度啊 百度这个连接地址 给大家演示 然后用了这个 其中的这个最核心的方法 URLib啊 这个URLen Code 这种方式啊 把什么 相对于把我们这个字典的冒号 全都变成了等号 然后最终的话 让我们这个UR和 和已经改变成功的 这个参数啊 参数 然后拼接到一起 然后那么最终的话 转译成对应的啊 计算机识别的URL 啊 以这种方式啊 以这种方式 END UIR END UIR 那这块有一个小坑啊 你看这样 我把它 隐藏了 我在这个方法里边啊 不传END UIR了 我还传这个 最终的FIN AL FIN 是吧 这个 我去打印一下它啊 print一下 一个FIN 啊 AL 一个-URL 这个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 简单看一下 看它啊 往上翻啊 往上翻 这个下载的网页 东西比较多啊 看啊 看这块啊 这块 看WD 等于这个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WD 这个方法 已经帮助我们 把中文编码的核心功能 其实已经完成了 那后边的这个啊 就可以给它省略 但记住啊 是什么 你有了什么 这个拼接参数的 变成等号的 它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干这件事情 但是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 还是需要这个步骤 啊 这个步骤 然后呢 这会讲了一下 这个请求头的一个概念 啊 第一解课想爬绳的时候 向大家介绍爬绳的时候 也和大家说了 请求头 我们去给百度发送请求 或者给任何一个链接地址UR 发送请求的时候 都需要把对应的信息给它包装成功 只不过现在啊 就讲了一种啊 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使用这个UserAzen的这种方式 叫模拟啊 浏览器 而且大家看了一系列的浏览器啊 浏览器 然后在这块引入了 request的对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啊 怎么去构造request对象 它的核心 为什么要构造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因为什么 因为下面了啊 下面的话 我们要请求的话 添加请求头 啊 就必须用request的这种方式来添加 啊 如果原先我们使用的是URLib 点request的URLopen这种方式 点击它进去看 也带大家看了 还是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啊 课下 这个里边的这个方法 或者这个函数 URLopen的函数 不带有对应的啊 参数 不可以拼接请求头 所以说我们搞出来了request对象 用它来增加请求头 然后这块又说了一下 想象头啊 想象头就是返回的信息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看想象头很少去看的 很少去看的 然后最终把这个东西给它写下来 然后啊 这块又是一些其他的 想象 那个请求头的一系列的信息啊 一些的信息啊 使用不同的方式去添加请求头的信息啊 这也没什么说的啊 然后说了这块什么 模拟了一下 有着大量的 使用大量的useragent怎么来弄 是吧 每个浏览器的请求都不一样 choice它都不一样 对应的 然后把这个request构建好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random啊 这种方式啊 怎么看呢 random choice这种方式啊 每次取的啊 都是不一定啊 是哪个 哪一个啊 最终啊 昨天的比较难点的一个地方 在于这个handler opener啊 这个东西啊 讲了一系列啊 很多out口的一系列的东西啊 怎么我们这些 为什么要搞出来这个handler 啊 带大家看了那个本质啊 这open ur 就这个方法的本质 ur open ur open 这个方法的本质 本质上是它得需要两步 第一步是构造这个handler 然后什么 再构造这个opener 利用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点open发送一个请求 啊 那为什么要搞出来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引入了代理嘛 代理 代理一般情况下 就原先那个方法啊 正常 爬虫或者python提供的方法 局限性太大了 所以说好多东西 好多东西我们都自定义 那这块又说了一下 我免费代理的一个写法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那个 付费的 付费看它什么样的 看它什么样的 然后代理处理器 啊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处理器 也带大家简单的看过啊 很多的处理器 看这个 把它复制一份啊 看它 究竟里有很多的 在这里面 这个all啊 定义了request的处理器 这个是 那么这是cookie的 cookie的 用到cookie的 后边的话会不是 每一个都会跟大家讲 比较用到的比较多的 常见的 今后的可能还要跟大家说 大家说 最终的话 又模拟了一下这个情况 模拟了这些情况 大家有些同学啊 要是看到这块 有时候你要是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IP地址 它是不可用的 假设说它是不可用的 其实有时候也可以访问 这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我们这个处理器 Pixarm处理器 它的一系列的问题 它一旦 有的时候 一旦那个 你这个IP地址不好用的话 它直接怎么样呢 就拿着你本地的IP 就去了 就去了 这个啊 然后说我们这种使用 是便利的方式 去把一个一个的IP地址 给它取出来了 给它取出来了 看好 大家现在啊 就二尺人了 才二尺人是吧 说一下吧 那这个 我们下节目开始啊 我们讲到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课程大纲啊 课程大纲 把它打开吧 前面的是吧 还有同学问 那个幻破老师是吧 我们把Python的简介的一些阶段啊 包括什么语法 函数 高级特性 函数字变成什么 这些匿名函数啊 装饰器 骗函数 也跟人家讲过了 讲过了 包括什么这些 通过变量的引用 引用技术的这些东西 也跟大家说过 说过 包括Python技术 也给大家讲了 简单的一些简介啊 简介 然后大概是 最终的话 把这个HTML 也跟人家说了 H5这些东西 到后期啊 大概是 大概是 这个Python技术 这块啊 这块就算 今天啊 差不多算结束了 结束了 后期的话 从下节课开始 会换其他老师 给大家 给大家那什么 给大家讲授 包括Xpass Request Request库 URLib 我们这个简单的 使用了一下 URLib这库 给大家 我给大家 简单演入了一下 演入一下 然后呢 还有一些案例 我们给大家讲 包括这个Soap BeautifulSoap 这个这个库啊 郑泽 还有其他的啊 因为好多同学也问我 接下来的课程的 一个安排是什么样的 让大家简单走一遍 走一遍 这个其实 这个是什么呢 给你们宣传的时候的一个 爬虫大纲 但真正讲的话 只会比这个 讲的要多啊 不会比大纲少 包括说 给你们最后 还要讲一些数据分析的 一些东西啊 一些东西 看那些啊 代理IP 抓取免费代理 一会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或者抓取啊 使用付费代理啊 使用付费代理 数据存储啊 这个以后还会跟你们说的 免费的和 付费的 付费的 包括最终的话 因为还没有引入request 或者叫request 这个东西 最终的话 把这个Square IP 现在最 最流行的一个 爬虫的一个框架 怎么来弄的 包括那个 应该还有一些 数据库的一些东西 数据库的 分布是八种 包括阿甲克斯 动态 去抓取的这些东西 反达的一些手段 我记得这块有一个 一个数据库 redis和那个 redis和mongodb 是不是在这块没有写 是吧 在这呢 数据存储的时候 是吧 在什么 mysecure mongodb 这个redis 这三个东西 怎么去做到 我们现在只是 简单的说了一下 把它保存到 用io的方式 保存文件的这种方式 那么今天啊 今天就讲的东西 也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最主要还是 以简单 带大家复习一遍 剩下的 不会讲很久 不会讲很久 剩下的东西 还是交给 下一阶段的 老师来讲 老师来讲 那我现在问一下 对于那个 我们之前的阶段 哪块有疑问 我们可以今天啊 简单都给它解决 解决过来 解决过来 就是把那个所有的 关于 关于这个 之前讲的内容 尽量也别给什么 以后接课的老师 留下来一些疑惑 是吧 或者大家还有一点 再说啊 就是 其实我不讲课的 在学历 或者是你私聊 问我问题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我也会及时的 去处理 大家看这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给我来关二吧 有问题直接说 有问题直接说 然后把之前的 都给它解决一下 是颜值很大吗 是吧 那个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或包括什么 呃 那个 课堂上的疑问 或今后讲课的 包括这课程 也不给你们发一些 简单的课程大纲吗 啊 或者你们要是有一些 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我也好跟那个 啊 接爱老师 来沟通一下 沟通一下 有什么 啊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什么 好的别的知识点 在我们大纲没有 啊 是不是 我们可以找的 给他个增加一下 给增加一下 对吧 现在人太少了 那我们还简单回顾一下吧 回顾完 回顾完成之后的话 再大家看一些 嗯 我们啊 今天还有一些 遗留的一下 遗留的东西啊 我把它打开啊 做了一个啊 思维导图 啊 用这个软件啊 大家可以下一下啊 就叫Xman 或者叫Xman 啊 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啊 这个的话 有些应该有一同学 工作的同学 应该用过这个 啊 比较好用的 可以上网找一些破解版 啊 破解版 他那个 像有他啊 像有这个东西 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学习 或者工作 而且他干什么 你看他啊 你从那个 爬从阶段啊 爬从阶段啊 那个前期的就不说了 前期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先讲了HTML 啊 CSS和JS 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总结了一下啊 看他 从第一个来看啊 HTML什么东西 那这些啊 都可以加啊 加号就是我已经总结好的一个东西 那么 所有在浏览器啊 上浏览的文件都是网页 都是网页 包括什么标记 超文本 是吧 标记超文本啊 什么叫标记 什么叫超文本 然后什么开发工具的编译啊 是不如限制的 用什么 用那个subline PyCharm 包括TST存本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回是使用那个 subline 这个东西 来开发我们的网页啊 开发网页 然后呢 记住加上后缀.html 啊 又说了什么 head是什么意思 body是什么意思 body的声明 是吧 声明是代表他的H5 然后网页的案例 啊 这也是啊 我们做的是那个叫做 啊 爬虫 不是爬虫啊 叫做那个疫苗的那个东西 包括他用到的一些属性 我在这里边啊 把最终把这个思维导图 或者叫表格这个东西 给大家也发放一下 最终啊 今天提交一下 那么hider A标签 是吧 span标签是干什么的 都回顾一下 马上呢 要真正爬取东西的时候 这些要分析它的话 这些标签 大家现在啊 脑袋一定要有个印象 有印象 包括什么 butt按钮啊 图片是emits 头部导航栏啊 构造完毕是广告条的一些 啊 是不是用到了什么 本地的一些东西 本地的一些图片 一些资源嘛 DIV标签 包裹标签啊 包裹什么 信文的小类 它用了什么 对应的emits logo 啊 对是吧 还是DIV标签 给它包裹 啊 这个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自己总结 包括input的标签 是吧 左侧的信文列表 啊 什么UR 和LI 啊 什么 有序的 啊 无序的是吧 然后这个里边套着A标签 最终的是 我们那个信文呢 是一个DIV 给它包裹起来了 包裹起来 有什么 标题标签 想象H1到H6 是不是H7 它是不可以有这个东西的 段落标签P 是吧 空格啊 字符尸体 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什么 这个东西 按的符号 加NBSP 啊 有系列表 什么 对LI的 SPAN 都用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块什么 看它 这思维导数有一个好处啊 你看它 它直接一些链接地址 也可以 包括你可以往这个思维导图里边 去拖拽进来一些 Office 啊 Word文档 包括视频 百度链接 下载好的都可以啊 都可以 然后说了一下 CSS 它是干什么的啊 内联式 嵌入式和外联式 这三种啊 都跟大家简单介绍过啊 标签啊 它代表着什么意思 啊 什么style background 是不是就 使用内联式的这种方式 设置 什么背景颜色 啊 那么嵌入式 什么head 在style标签里 又弄了一个DIV嘛 最终外链式用得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link 是吧 然后说了几个标签选择器 啊 类选择器 ID选择器 尾类选择地 后代选择器 啊 这个什么 是不是都是跟我们的 CSS相关的一些东西 啊 下面有一些样式的属性啊 样属性也是介绍了一部分 wise has color 什么 fund size 去掉下滑线 是不是 test direction 是吧 no under align 是吧 怎么去 居中 是不是这个 line height 包括外边距 是吧 top bottom left right 四种连写 四种连写 什么 写一个是 直接 四个方向 四个方向 那边去 pending 包括浮动 是吧 float 是不是可以让它漂浮起来 漂浮到左边 还是漂浮到右边 这些都要有这个概念啊 display 是吧 改变它的类型 inline block 啊 input的标签 还有这个边框啊 边框是不是也是boulder 什么top bottom 也是可以设置四个方向啊 四个方向 包括什么这些啊 这个是没 没说过的 这是设置字体的一些属性 叫做什么这些 fund white fund style 这个东西 背景图编是什么样 background image background repeat 是吧 然后那个左侧 列表的样式 原本带有什么 要是有序列表 带有1234 无序列表 全是一个个的小原点 小原点啊 文字缩禁用的什么 字体用什么 这些 包括这块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因为我们追踪的话 爬取来数据 是不是要解析它 解析它 然后后期就说了 我们对应的这个爬虫啊 爬虫 这样的几个概念 什么买卖数据 数据分析啊 流量 阿里指数 什么百度指数 这些指数也跟大家说过 是吧 它是灰色产纪 没有怀烈规定啊 是否能爬取啊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当时也说了 爱奇艺会员的这个东西 不是啊 可以爬取到什么 用户能访问到的内容 这块又说了通用爬虫 和我们一个聚焦爬虫 是吧 通用爬虫是利用搜索引擎 来爬取这样对应的东西啊 什么百度谷歌 360搜索 雅虎是吧 优势什么 开放性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浏览器来 抓取数据 是吧 速度也快一点 劣势什么 劣势什么 目标不明确 不需要的 可能搜索图片 他给你返回新闻 像百度是吧 还有一堆广告啊 广告啊 聚焦八重 这块说了什么 它的优势什么 目标明确 对用户啊 需求非常精准啊 返回的内容固定啊 固定 包括什么增量是是吧 是什么样的 从第一 第一批 深度发动 静态数据 动态数据 我们还 还没有 所有都讲到 包括刚才给你们看 课程大纲的时候 是不是叫阿贾克斯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后期还是一个 对于我们来说 相对难点的一个东西 好 讲一下工作原理 当时啊 我是用什么 我是用一个 给大家发的这个东西 是一个一个的PDF文件 这个只不如把它全都总结出来 是吧 第一步是干什么 确定的URL 什么找 对应的怎么找 是不是就是 跑到这里边 检查 是吧 你们那个应该叫审查元素啊 审查元素 跟我们那个 我是用Mac电脑 不太一样 然后Python 发代码请求数据 然后什么 解析数据 这块什么 最后最终的话 数据是有化 但这块有个简单的循环 我这块也标记了 是吧 怎么去循环它 到了这块 数据解析的时候 先不解析 有可能所有的数据 没有抓取完毕 没有抓取完毕 怎么办呢 重新再去找URL 再去用代码来请求数据啊 数据啊 好 这块说了一下这个 robots啊 这个协议 是否允许其他的爬虫 一般就通用爬虫 来爬取某个内容 是不是给你们举了例子 叫做京东的和阿里的 是吧 聚焦爬虫是不遵守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不用看 不用看啊 好 这个啊 伐虫和盘 爬做一个斗争 看他 我们讲那个 我们不仅仅啊 会讲那个爬虫啊 还会讲反爬啊 看他 有专门的 破解反爬的啊 分布置八种啊 cookie池是吧 有代理池 这些东西 还没到 后期啊 比较高大上一点 然后那个最终就到了啊 前两天讲的 我们爬虫的部分 是吧 python3的什么 urlib request 这块说了一下啊 那个 我们python3是urlib request 这框架啊 那么python2是urlib2 啊 这个也是啊 只不过是 urlib2和request的啊 这两个东西 它的语法 稍微有点不太同 不太一样啊 我们爬虫啊 还是那个 现在还是以python3为基准啊 讲了什么这个 uropen这个方法 刚才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他什么 他会返回一个response对象 然后我们得怎么办 得解析它点锐的 点什么decode 然后点 utf-8 你班同学 为了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啊 他说老师啊 我拿什么 我去抓取百度的时候 比如说3w 把这个百度啊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看那个 他爬去百度的时候 用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上课也是用的 百度的代码 把它打开啊 第一个应该是百度 看他3w百度的这种方式 他换了一个东西啊 他现在不爬百度了 他爬163 不是163这个 油箱 这些东西 他爬了一下 就是死活 就是想爬这个页面的数据 他也爬不下来 看到 我点击检查元素 跑到header里边啊 header里边有一个这个 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啊 嗯 link head 一个 我直接搜吧 搜 有个叫 gbk 嗯 不是 那就不是163油箱 还是 我记得哪个 哪个油箱啊 还是什么 是qq油箱吗 叫 是网易油箱啊 应该是网易油箱 我还忘了哪个网站了 我还重新检查一下啊 我还能不能搜到 看这个 对 就网易啊 不是 那个是网易的一个界面啊 网易的界面啊 你看这个东西 叫什么 met 最后什么 hcp 这个东西 他不用管他是什么 就continent html.html tst.html 这个 后来这个 它是不是一个变码的 一个方式 它是不是gbk 你再打开我那个百度啊 百度 点 cum 检查 审查元素 点hide 然后跑到这个 看他 他叫 utf-8 我们正常解码的时候 你看他 我们讲文件的时候 回忆一下文件 文件啊 找这个 这块 叫data.response.read.decode 这是一个叫做 解码的过程 是不是相当于把什么 我下载来家的数据 可能是 二进制的 是吧 二进制的 但最终的话 我得什么 利用一系列的方式 把它解码出来 然后什么保存到稳定 我这块使用的 utf-8 你要知道什么 就知道在这个里边 百度 你看他 这个 me ts 这个标签啊 它这块显示是 utf-8 那跑到网易里边 再回头看一下 看他 看他 他的变码方式是gbk 你要解码的话 前面下载啊 不会出任何问题 包错会在这个 第25行去包错 包错啊 而这块再记录一点吧 记录一点叫什么 我们这些叫做 我的Mac电脑 默认解码方式是 utf-8 这两种都需要都需要掌握1%或者是99%的界面吧 甚至就是基于100%不是utf-8就是gbk的gbk的 所以这块啊 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我再回到复习的这块啊 这个 又简单的说了一下是吧 到了这块是吧 you are open 说了一下这个guide的悬餐 guide的请求 这就是上一块说的啊 上一块说的 它分为啊 有汉字包错 那么一旦拼接我们的汉字的包错 怎么办 是由于解释器 python解释器的ask码没有汉字 所以说得汉字转译一下 要不什么 它就会报错啊 为什么 用了这个方法 url lib点 还得导入两个框架 导入两框架 然后url里边带汉字 用它 再用strain 给它save一下 save一下 为什么 二又讲什么字典传餐是吧 刚刚说过 怎么去传餐 使用了这个方法 使用了这个方法 就不用使用 对应的 这个方法 怎么去传 是吧 这一切都说了 这个 post请求和get请求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open 上去说了 这个open的函数 不有一个叫data的 一个属性吗 就是它 date的一个参数 你现在想要什么 传那个get post的传餐的话 用它就可以了 用它就可以了 最终的话 上去说了一些什么 想用头这些 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都是刚才也带大家 简单的走过 包括爬丛的这块 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还现在来多少人 是吧 才21人是吧 没有问题 给我来本3吧 下一刻 大家互相通知一下 也是换老师了 你看来的人少 也不太好 我还和接班的老师说 咱们同学都相对来说 比171的要聪明一些 真的要聪明一些 人怎么这么少呢 是吧 我在群里再说一下 找到我那个推个 已经通知了 已经通知了 为什么爱 爱的所有人 快来上课 周五怎么 我们天天周五也上过 是吧 阿尔多人是吧 讲都没有进呢 不管了 我们阿尔多人也得 把大家服务好 对不对 这个说完了 说完我给大家 把那个剩下来一点东西 把那开场还乖了 付费的IP 也写一下 写一下 是吧 我们这个叫 爬虫应该第三天吧 对0三 我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对应的一个文件 这个是付费的 我们就管叫01 杠了一个 我们这个money是吧 付费 MON EY EY 然后proxy Proxy PR O O XY XY 然后其实也是用Hunder 是吧 把它Hunder也写上 那我们现在啊 用到爬层可能第一步啊 把我们现在来讲呢 全是用使用原生的方式 就是那个叫做我们系统啊 提供 Pathion提供的方式 全是用这个request的框架 然后其实到最后的话 会给大家马上讲这个 request 这框架啊 这框架啊 你可以先导入一下 是吧 拿着那个 找到你的终端或cmd 是吧 你peep install一下 是吧 我们这个比如说request啊 这个 我这应该有可能 看它 这个 我这个里边有啊 是吧 这是那什么的 我没切换啊 没切换那个python的东西啊 我那个是 peep的words是18.0 我现在是10.0的 10.0的 你可以先更新一下 对你的peep 或者你可以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啊 file 我们这个 defaultsetting 对吧 我怎么跑到2.7里边了 这么坑嘛 是吧 不是3.6 我loading一下 你可以直接拿着我们的pycharm 去增加啊 对应的东西啊 加一下 比如说我们加过pygame 是吧 在这里搜索到pygame request 是吧 我这个应该因此道理 有可能不成功啊 看它成不成功啊 你直接因此道就可以啊 不成功啊 你可以在这块 给它添加对应的 什么 那个 那个叫做 那个国内的镜像 国内的镜像 国外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国外的可能下载的 就不太成功了 不太成功了 不管它了 不管它了 看里面有什么 没有问题是吧 有问题咱随时说 随时说 看一下 这个付费的 怎么来动它 付费的 代理发送 第一个 它是什么 付费的有一个东西 叫做 带着 用户名和密码 你得需要什么原性吗 免费的 是不是直接给它 拼接IP地址 和端口号就可以了 但这付费的 有一个叫做 用户名密码 然后我们得 带着用户名 密码 发送到 我们对应的服务器 去访问 访问 然后它通过什么来发送 通过验证 处理器 来发送 就还是那个 hunter的 hunter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写一个方法 DF一个方法 M1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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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怎么还拼不醉 是吧 叫PROXY 对应的最后的 就叫U字 USE 我们在这里边 想一下 第一步 你先干什么 我得先什么 先找到 能对应的代理IP 代理IP 找到吧 我们得把那个 叫付费的IP 有一个 有一个 我们这边 模拟一个吧 比如它叫 M1EY 对应的一个叫 叫PROXY 它 不能直接调用了 那这块 还是用大括号 用这种字典的方式 前面是 HTTP 看这个手 跟免费的是一样的 免费的一样的 那一般情况下 付费的这块 怎么写呢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 USER USER 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账号 账号 然后对应的后边 这个 在这里边 一个冒号 然后再跟着我们这个 PWD PW是password的一个简写 然后什么 在一个 at符号 比如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IP地址 前面属于什么 USER 后边是password 对应的这两个字段 或者是这块 你就写 你的账号 如果要是 111 22 你可以这样去写 这样去写 我还是用这两个字段代替 这块随便写 叫192.168.12.11 对应的随便 再给个端口 8080 这个就算给它 付费的代理IP 模拟了一下 那么第二不应该干什么呢 干什么 我们得把代理的处理器 Hunder 给它创建出来 那怎么办 还是一个 UIL 一个Lib 它有一个 点Request 然后有一个 PRO P开头的 看它 是不是直接就出来 Hunder了 那这块 它定用这些方法 把这个 IP地址 需要给它传进去 传进去 看它直接就 不是柚子了 别叫柚子了 叫柚子 跟我们那个 韩树 充名了 韩树充名了 叫它吧 叫它吧 然后那 第三步 再通过这个处理器 创建 我们这个 Opener O-P-E-E-N O-P-E-N-E-R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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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Request 然后点Build Opener 是不是把这个 再把这个处理器 给它放进去 处理器叫妈 啊 处理器还没 没成接呢 是吧 没成接啊 叫P-R-O-X-Y 对应的 H-A-N-D-R-E-R Hunder 那这块 就传它吧 P-R-O Hunder 最终的话 这个Opener 就说创建成功了 叫O-P-E-N-E-R 就叫它吧 就叫它吧 然后最终呢 在这块 在这个 第四步 就是这第三步 也写成三把 所有的 都是这样来写 这样来写 叫Open 发送 请求 请求 然后我们这个 拿着这个Open 对应的 是吧 Open 直接它有一个 Op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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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点一个Open 这样的一个方式 方式 最终的话 这个Open 是不是得 传一个对应的 一个链接地址 比如 你想反问谁 就写谁 我觉得现在都是 在这块 搞了一个UR 这块就直接写了 就http 对应的一个冒号 一个杠杠 是不是 三达六点百度 点 CUM 这样就算 给它完毕了 是吧 那我们来调用一下它 看好报用 M1 肯定不好用 是吧 因为这个也是假的 是吧 看它 它会缓一段时间 它不会直接报错 它现在什么呢 看这块 是不是一直在转 它代表什么呢 我们一直在 它是拿着我这个账号 和密码 去找这个IP 看它有没有 它会发生 一段时间的话 应该是容易 Timeout 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会儿 稍微等一会儿 还在 还在找呢 还在找呢 我们再继续来写吧 要不有点耽误时间 有点耽误时间 看这个 那是其中的 一种方式 这是使用 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是 第一种 我放在这函数里边来写 第一种方式 来什么 叫做付费 带领 发送进去 那有第一种 就有第二种 怎么还 还在找这么慢呢 是吧 第二种 第二种什么 把第二种也写一下 写一下 也在这函数里边 来写吧 来写吧 也分为这几个步 这叫第二种 第二种 方式 发送 这个付费 的 IP 地址 IP地址 那怎么办呢 第一步 还什么得有 username和我们 那个password 是吧 那第一步 还是把那 username和password 先以变量的形式 先给它弄出来 user 要杠上一个 ame 看它 它终于出来了 是吧 看它 是不是timeout了 是吧 它最终啊 没有找到 是吧 没有管那个 其他的任何的 一个方法 方法 看最终的是吧 urleap arrow url arrow 是不是最终的什么timeout 叫我们拿这ip 也没找到 证明这也不是付费的ip 不是付费的ip 那我们看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看什么 比如说这 username 我给它复个值啊 比如说 账号就是 abc 然后一个nm abcname 然后再写一个pwd吧 这也是 有账号就有密码 密码就123456 123456 那么最终的话 我们再写一个 是不是应该有 那个访问的ip地址 是吧 ip地址 或者叫 那个买的代理的ip 这三个字段 组成一个付费的 一个完整的字段 proxy 叫money monby 也再随便写一个 123.15 158 点63 63.130 一个冒号 比如说是 方考就写四个八吧 这也是 也都是假 也都是假 那这个 这是先创建了什么 这三个东西啊 是组成的一个 你正常买的 去买ip的时候 它会给你个username 给你个password 给你一个 买的链接地址 或者UR 代理 代理ip地址 代理ip地址 那它啊 第二种方式就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更常用一点 有了这个 第一步是干了这件事情 第二步它干什么呢 它应该创建一个 创建 密码 管理器 管理器 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名和密码 专门对于付费的 付费的ip 它有对应的方法 也是 我们 python提供给我 有一个叫 url byb.request 有个点 很长的 叫http 也是http 对应的叫password 看它password 有个叫viz 我们用default 用这种方式 用它 来创建 我们管理对象 管理对象 这是付费的ip 必须要用到 我们这个密码管理器 我们这个起个名字 比如它叫password p-a-s-s w-o-r-d password manager 管理者 m-a-n-a-g-e-r 有了它 有了它 那接下来 有了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什么 把这个 创建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这个什么 user name 账号和ipd 给它添加进去 添加进去 它有一个这个 对应的方法 就拿着这个 password manager 它有个 点 add 看它 add password password 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 这几个东西 第一个 realm realm不用管 那么现在 我们都是给now 它是跟服务器有关的了 跟服务器有些东西 看有这url 这东西 url是什么呢 url跟url很像 url 它我们一直 原先管它叫什么 管它叫链接地址 但其实什么 它本身上 它叫做 统一的 它叫做 资源定位服务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url 链接地址 找到对应的文件 它叫url url就叫什么 叫定位 叫定位 这个东西 还会说到 以后肯定会说到 这个东西 url 而且url的 等级 要比我们的url 大 如果同时 这两个 东西 同时存在的话 一般情况下 先找我们的url 再找url 后边这两个 是我们比较重要的 看它 user和password 是吧 我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把什么 管理器的 管理器的这个东西 给它添加账号和密码 这也是为什么要创建它的一个原因 有时候大家说 按照这个 这几个参数给它来吧 是吧 刚才说了 这个第一个参数是 先给它传个当 因为我们还没讲到服务系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东西 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 看它 简单 它传一个uri 是吧 把这几个参数给大家写一下吧 给它注释一下 注释一下 第一个什么 这个uri uri 那个先不说它 uri 它叫做定位 用它也可以找到 对应的链接地址 链接地址 而且它跟有一个 ur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uri 大于一个ur 那什么ur呢 ur也说一下吧 这叫做 资源定位符 定位符 根据 它不是一个链接 本质上不一个链接的意思 它是通过链接 通过这个定位符 找到对应的文件 那第二个 那这个 就可以写什么 写这个东西 pro 这个 把这个 ip地址传进去 现在就是拿什么 现在就什么 拿这个uri 当ur 来使用 使用 最终的话 那是不是最后面两个三处 一个是user username 一个是password 一个账号有密码 那我们刚才不创建好了 这两个东西 username和这个password password pwd 还是叫什么 pw pwd 我们写的叫pwd 有了它是吧 现在这三个就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干什么 第三步了 接下来得什么 创建 可以 验证 代理 ip的处理器 就是那个handler 一会我们还得用这个handler来发泄东西 发泄东西 看这个urlib 它有一个.request request 然后有一个 也是代理的肯定是p开头了 我们原先的是直接用这个proxyhandler 但这位付费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付费的用这个 这个by basic author 这个handler 用他 用他 最终 他的话 你们把这个密码管理器给他传进去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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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r 给他传进去 传去 他就会返回一个handler 给我 handler 我们这个叫handler sandre 然后一个叫author 这个是auth 然后一个-一个 p-r-o-x-y 起个名字 尽量也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但你看这些东西 我们用到了很多特别大长串的一个东西 看上去很恶心 不太好理解 其实什么 就是你用到了什么样的功能 你就创建对应的什么样的代码 代码长你不用管它 什么 我原先用的是 就简简单的免费代理 用proxyhandler就可以 那是吧 这个 这是什么对应的你的付费的 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 用到别的其他的功能的时候 还创建别的其他的handler 根据你不同的handler 他来干不同的事情 那对应的第四步 有了handler 干什么呢 跟原先都是一样的 不是都一样的 根据这个处理器 创建 这个opener op en er opener 因为最终的话 发送网络请求 还得用它 还得用它 看这个 那么创建一下吧 拿这个url 可以吧 全是这个东西 然后.request 然后.build opener 这块传什么 把这个handler给它传进去 代码很长 代码很长 它就叫opener 起的有一点叫author吧 因为我不是根据这个author这个东西来创建的 是吧 最终的话 最后一步就是 第五步 发送 请求 发送 拿着这个 opener author 是不是.open 我这块直接也传那个3w.百度了 sttp 然后一个冒号 一个杠杠 一个3w.百度 3w.百度.coi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response给我 response 然后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print一下 print 怎么都不出来了 print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直接print一下 我们这个response了 我给它 我得读一下吧 r.e.a.d 读一下 这下边这个 下面这种方式容易 容易给什么 我先把上面那个给隐藏 上面的第一种方式 应该给它隐藏 省着影响我们下 下边那个东西 下边这个东西 下边这个东西容易 把那个百度给读出来了 不出来 这是python解释 pycharm pycharm 它的问题 不一定 不一定 name error prosy money prosy money 是不是 隐多了 是吧 隐多了 隐多了 看它 它读取出来了 不是这个IP好用 不是这上面好用 这是 由于用pycharm的原因 pycharm的原因 后期的话 还会说这东西 还会说这东西 大家这块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给我来不是四吧 怎么就得 使用这两种方式 帮助大家 把什么 这个付费的 也说一下 付费的也说一下 方式一 方式二 对比方式一 有优点 有优点 很多啊 很多啊 一是什么呢 它可以使用 那个大 它如果要是有大量IP的时候 啊 就那个速度会比一要快很多 比比一会快很多 而你看使用这种方式啊 原先也是handle的这种方式 你拼接起来 这东西不也是很麻烦吗 好 这个你如果要是有什么 对应的我们的IP地址特别多的话 你一个劲往后拼吗 啊 使用这个参数 一个劲往后拼吗 那写代码是不是也不太好写 不太好写 而且什么 这只是 那个一个IP的情况 还没有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代理池啊 代理池 还有那个代理IP池 还有那个cookie池啊 今天人少 是不是啊 人少 那个回应的都少 回应的都少 再来说最后一个啊 知识点啊 刚才不看见那个author 讲一下这个author认证啊 author认证 author认证 它一般什么时候去模拟呢 模拟就是我们正常 经常会经常性会有 用到一个东西 是什么 比如说很多公司 在干干这件事情 叫做patch 自己公司的数据 做数据分析 这个经常性干 比如什么 我们正常假如说 我们是一个销售的公司 我们今天啊 今年卖了多少 卖了多少套房吧 以房子为基础 今年假如卖了 什么 一万套房子 这一万套房子 那个有80后 买了多少 90后买了多少 哪种 方式 哪种客户是更容易买房的 可能会做这样的数据分析 经常性的 我们自己的网站 想要什么 想要获取到我们自己网站 所有的信息的话 是不是一般得什么 先登录我们自己的网站 那么登录自己网站的话 我们以正常用户 登录的话 或者正常用户登录的话 可能的权限特别小 一般情人家 一般情人家是不是 想什么 那个我们自己网站 用的最多的 账号 是不是一般有个这东西 ADMIN 这个 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什么 包括我们那个路由器 是不是也用它 是吧 ADMIN 做这个分析 那用这种方式 假如说抓取自己网站 自己公司网站的话 或者你们有的是 你们有要是做PHP的 是吧 自己搞个服务系 做个网站 什么的 对吧 或者自己搭服务系 就可以 那么就可以什么 采用这个 奥斯人证的这种方式 奥斯人证的方式 也是登录我们公司的网站 模拟 模拟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就也是跟这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一样来的 它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那个方式 把代码也写一下 奥斯人证的方式 这叫02-AUTH -U字 想要那什么 肯定想要请求 还是imput一下 UR 一个LEEP 一个.request 还是这个框架 最终呢 在DEF一个 写一个函数吧 叫AUTH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内网 是吧 公司的内网 内网 那我们就要内网 这种方式 那什么 登录啊 公司内网的话 这什么 也得有对应的 登录它的 用户名和密码 刚才说那个 Erdman那个东西 那我们先 简单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叫用户名密码 那比如说这个 应户名还是刚才的 U字 一个 刚才不说 我能骂 是吧 ADMN 这个 什么 这个 password 叫PWD 然后跟着一个 叫ADMN ADMN 一个123 123 最终的话 什么 我得访问我们对应的 内网 你得给我一个 内网的 IP IP 或者进 进 不是内网 内网的时候 一般都是什么 直接访问他的IP地址 或者他的端口 因为毕竟是访问 自己的服务系 访问自己的服务系 也不会给自己干掉 所以经常性的话 那么这边就写一个 内UR吧 这会怎么办呢 就写着 还是HTTP 一般都是HTTP链接 这块写一个 就直接给那个IP地址 192.168.179 然后再跟着一个 0.668 0.668 这不需要加短口 需要大口 那对应的第二步 那应该干什么 是吧 我们这个还是跟刚才 跟这个刚才也是一样的 是吧 验证 是吧 我们这个第二步是 创建密码管理器 它也是一样的 看它也稍微有点不太同啊 不太一样的 也是前面啊 第二步是 创建 密码管理器 对应的一个URLib 一个Lib 它有点request 然后有个 密码管理器 HTTP password 还是用它 default 用它 干它 我们不是 with default 这个real 那我们来拿一个参数来承接它吧 pwd 然后对应一个manager manager 比如它 是不是就该增加了对应的参数 是不是 拿着这个pwd 然后一个manager 然后是不是叫add 这个password 就能回忆一下 刚才讲的东西 是不是也是一个no 第一个是no 然后什么 对应的跟着第二是 那个叫做ur 这个东西 uri url 就是相当于 现在也是传urld urld 一个user 后边是跟着一个pwd pwd 它会返回一个对应的一个什么 返回 在这个添加不会返回 不会返回 然后最终的话 现在什么 第三步又跑到什么 应该创建 我们这个认证的处理器 处理器 auth 它是一个认证方式 认证方式 那么这个来创建它吧 这块就不太一样了 url request 有一个叫hpp hp 不是这个 这是用刚才的那个 htb 我们这个 它写的开头 有一个htb 也是base 看base author 用它 用这个 把这个东西 把它 用它来创建 把这个pwd给它 传进去 就是它是用了 不同的pwd manager pwd manager 就是用了不同的处理器 干不同的事情 要知道 你要访问内网的时候 因为可能会有些 同学以后要是 访问内网 公司让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它 但大部分也不使用它 也不使用它 要真访问内网的时候 还是使用这个比较多一点 iqe sts 用它 sts 这个 用它比较多一点 但是原理也是 用它这个东西 最终的 把这个author 这个handle h-a-n-d-r-e-r handle 给它访问过来 最终的话 咱们再接了 再不太有到下一行 代码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最终还是创建的opener 这个就不写了 就直接直接不写注释了 点request 然后点build opener 然后把这个author 这个handle 放进去 最终会 返回给我们一个opener opener 然后把这个最后一个是 我拿着这个opener 然后点open 跟刚才一样 跟刚才一样 把这个内网ur 放进去 最终它就返回一个 I-S-P-O-N-S-E 然后最终的话 可以打印一下它 是吧 打印一下它 然后一个response response 看它应该访问不了 访问不了 就随便写了 我们来调用一下 看一下 哎呦 author内网 应该不会有什么 其他的一个效果 它也是啊 看它 那个24分钟 是吧 比我24分钟来显示 它在查取啊 查取你这个账号和密码 是否正确 那对应访问这个IP地址 看可不可以访问啊 应该把它尝试一下 是吧 放到这里 是吧 应该一会能是不是返回 我们这个对应的404啊 这个叫做 楼远器去访问 我们下面是代码去访问 代码去访问 是不是卡 是不是结束了 是吧 什么都没打印啊 什么都没打印 嗯 就这些啊 跟那个 嗯 接下来老师也沟通了啊 也沟通了啊 他下来接来讲的 下课先讲Cookie啊 COO COO CK Cookie这个东西 跟大家讲一下Cookie啊 简单 我就说一下 说一下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拿这个 我们开课吧来举例子吧 怎么卡 我们正常的话 比如说先点学习中心 看这个石油顿呢 这块是不是属于登入了我的账号的密码 但我现在换一个浏览器啊 我还是这个连接地址 看他 看他 我这两个连接地址是不是 我把它复制过来啊 放到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浏览器里吧 他进入的话什么 这是反拔的一个手段啊 反拔一个手段啊 还是同一个连接地址 但用不同的浏览器去访问 他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 谷歌 那个谷歌乱器啊 它是有这个cookie的 你可以看一下 点击它 然后点检查啊 然后点这个network吧 重新再刷新一下 随便选一个 把它放到上面一点 等会儿啊 这样啊 这样 看他 我访问他的时候 看有没有cookie啊 request header 不在这个里边 不在这个里边 左边还没有 重新再来一下 重新再刷新一下 嗯 这个 这个里边 看这个 只有这个东西 还是不是这个东西 你看什么 你要是你们客厦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 把它放到这个cookie 放到请求头里边 啊 是不是可以添加 我不教你们怎么去用 useragent 去添加这个东西吗 你把cookie放在 放在也添加 使用useragent那种方式 看可不可以访问啊 有可能会访问啊 也有可能访问不了 那由于 由于是一些时间错的原因啊 时间错的原因啊 这个 把这些人要把这些 所有的参数 全都拼接放到请求头里边 把什么host useragent 是吧 把这个connect accept 全都放到请求头里边 然后再什么 把这cookie也放进去 你再用这个链接地址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登录到 开个吧的防战了 这是有可能啊 如果他反拔做的不是 特别好的话 就可以进入了 进入了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要没有什么疑问 我就节课了 我就节课了 约定的 今天啊 以后也 以后也欢迎大家 有什么疑问啊 来 来过来 去那个 cookie问我问题 没有什么疑问过来本6吧 大家就是 这回就是 好好的再见了 是吧 有问题 有问题以后一定要问啊 一定要问啊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吧 讲到这吧 然后那个 如果要是 说一句啊 再说一句 那个 其他的 其他的 就什么 以后要是 那个感觉哪块 觉得要是不是 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早一个周末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上一节课 把那个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 后边的知识点 越来越难啊 越来越难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 那个 比如说听的 那个 个人理解不是很好的话 那咱找一个周末啊 你们也不上课的时间 那我们再重新 带大家旅遍啊 其他的知识点啊 看大家的时间啊 大家时间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啊 那我们就 不跟大家多说了 不跟大家多说了 大家继续好好学习啊 以后工作上 遇到问题 也可以过来找我 也可以过来找我 大家 大家 哎 不好意思 感谢观看